政府今天發稿指 郭政司已向高院申請四項禁制令 包括禁止任何人在網上或任何平台或媒介 以任何方式廣播、表演、刊印、發布、出售、要約出售、分法、全部 展示及複製願榮光歸香港 不論是其曲調或歌詞或曲詞 旨在違反《港區國安法》第21條 意圖煽動他人犯分裂國家罪 或據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的煽動意圖主張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 禁止任何人在網上或任何平台或媒介 以任何方式傳播、表演、刊印、發布、出售、要約出售、分法、全部、展示或複製願榮光歸香港 不論是其曲調或歌詞或曲詞 導致令人可能誤會願榮光歸香港對香港而言屬國歌 或令人聯想到香港是一個獨立國家並擁有其本身的國歌 違反《國歌條例》第七條 禁止任何人幫助、導致、蓄置、煽惑、協助或教售他人實施或參與上述行為 禁止任何人明知而授權 准許或容許他人實施或參與上述行為 另外律政司在日品狀附上列表 包括32條與願榮光歸香港有關的YouTube影片 在早前在多場的國際賽事播港隊國歌時 連番播錯或演示錯為願榮光歸香港 而非義勇軍進行曲 其後港府與互聯網搜尋引擎Google交涉搜尋的置頂結果 解釋止任何人在那邊 解釋子 押忍